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假如说我背后对这个丧尸总是心怀不满 我心里会产生一些约合或者什么 你可以家里有他的向往或者是你有他的名字 就心里想你在佛前 佛才会 就心里想这个丧尸他现在这一生做了我的丧尸 但是我老是对他生起一些念头啊 我觉得不公斤不太好 我现在忏悔啊 我因为有时候他自己就冒出来了嘛 也不是我 而且我烦的时候我就说就那个怨气就出来了嘛 是吧 那我就忏悔一下 就清静了 你就在佛前佛前的忏悔一下啊 就没问题了 然后呢 尽量的以后做的时候 就对他就尽量的 如果你还必须面对你的丧尸的话 尽量的改过就行 这个是你的真相 那这么快速成绩 快速成绩没有那么过 就是快速见地上可以去动物 就是说 但是在世上要需要修正的 见地会三学嘛 不是说我一句话就是说 怎么样快速 先知道怎么成佛 这么露 我建议你看看 法华经 金刚经 冷眼经 这三部经呢 让你知道成就之露 这三部经就是浏览一下 不是说一定要一点一点读 要学通它 你先开始可能不一定学通 你就浏览过来 然后隔两天听一下 还有就是 其实目前你要是学学 第一在世上 就修不抱怨 每一个抱怨的念头起来 把它提下来 每一个抱怨提下来就提下来 就修不抱怨啊 你先不用修忏悔 先不抱怨啊 因为这个是习气了 另外呢 就在坐地上 就绝而不斗 要配合绝而不斗 因为头脑里边 你很多肢戒 有些都是理障 不是有理论 坐在那儿 能觉得我这个六根 也耳鼻舌生意嘛 你是啊 所觉就是外境嘛 比如说不管他是上师也吧 佛菩萨也吧 还是众生也吧 永远众生也吧 那外境都空 然后我也空 最主要是你要空啊 你空了 这也没有什么可摧毁 也没有什么可 就恐惧的啊 你是空的 知道吧 因为最终你要成佛 你不得正如空性啊 所以一开始就把你摆在空性的位置 你是毕竟空的 四大皆空 但是现在你不是难受嘛 四大皆空怎么遇到事就烦恼呢 既然四大皆空肯定不烦嘛 是吧 但是现在没空嘛 这不是要修嘛 但是修是一般都是先把自己放过为啥的 你是佛 你是空性的 好 修觉也不懂 坐在那儿如如不动 身心不动 不要想 什么也不要想 一定 你没有功夫的话 你说这普渡众生啊 利他啊这些普渡就还是不行的啊 就这样修 然后关注一下网站上的开示啊 什么多闻多听闻 你别听它们的啊 你不是每个人说话你都要信的吗 人家说人家的你听听就行了 你为什么要信呢 人家说这么好花心 就是你觉得让你不舒服的 一个也不信 就是这样开始 让你欢喜的你就信 不欢喜的你先放一遍 是吧 就算他说的对 因为你现在都 我们都这么苦难了 每天你在听上别人说的那些 倒霉话呢 问他活不活了 本来生就难嘛 是吧 是吧 生老病苦 生死病 没关系的 挺好的继续修 开开心心的心 好吗 男儿子说太压抑了 你就离开好了 那个环境 有时候你觉得 哎呀我不是 如果你强烈的觉得 是自己的问题 那改说我也改不了 我实在没办法 那也可以暂时离开 等你能承受你再回去 是我就想 因为我想 这十年来的事情 就觉得一直想 没关系 现在你不还有怨气吗 你那很多东西 就是等这些东西 休休平复了 你自然会 会去感恩他们 你会抱你的 你会利益到的 很多东西 没关系的 相信自己 有时候自己冒点恶念 这个是有时候 我们生生世世世 那个夜席 他不自觉地就冒出来了 不自觉地就 控制那些 一句话两句话 或者有些人 看着就不受业 等等 这个平等性 慈悲性 怎么也生不出来了 没关系 这个都是修行的过程 要原谅自己 对众生慈悲 也要对自己慈悲 好吗 但是你要想定 定一定要想坚持 可以去其他四月 去参加一些他们的活动 打打气 换个环境 比如你要打义工 有些事业不是折 暑期又打打残器 或者有些议员 去参加一些共修 去借大家的 好清理一些东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